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铁头 今天来做一个简单清爽又营养的早餐 非常适合夏季吃哦 准备几个秋葵 把它洗干净 准备一根山药 削皮 山药切片 稍微薄一点 放到碟中铺平 锅中烧开水 把山药放进去 盖上锅盖把它蒸熟 准备一块火腿肠切粒 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锅中下少许油 把火腿肠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把它倒出来备用 差不多了 试一下有没有蒸烂 蒸烂就可以了 盖上少许的盐 然后把它压烂 把它搅拌成泥 沿着倒入我们炒好的火腿肠 再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放一边备用 锅中煮开水 下少许的油 盐 把秋葵放进去焯熟 有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把它夹出来 焯好水的秋葵把它切圈 不用太厚 切好放入碗中 然后用筷子把它摆好 加入山药和火腿肠 少许把它压一下 压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把它倒扣一下 碗中加少许清水 加少许的生抽 淀粉 少许的胡椒粉 把它搅拌一下 锅中倒入少许的油 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好 做好加入上面 这道营养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下季这样吃营养又解馋 比大鱼大幼更受欢迎哦